欢迎回到独立特派演员的节目现场 接下来要带您关心的是 这几年台湾基层消防员不断反映人力不足 过劳非本业工作太多 殉职率高等问题 在日本过去五年来 没有任何一名消防人员 在火场殉职 日本的消防员属于地方公务员 相关的劳动条件 各地方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异 不过基本上都是属于24小时的轮班制 在值班的24小时中 他们做些什么 一起来看看东京与横滨的消防员 他们一天的工作日常 继续是记者李杰林 张志龙的观察 历史上的制作主义 全体四分割装 一切三分割装 一切三分割装 三分割装 一切三分割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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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上班的人接受點名 即將下班的人報告工作內容 交接完成後 新一班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執勤時間 也正式開始 OK 上班的人接受點名 下班的人拿走自己的裝備與物品 上班的人則要開始檢查裝備 這個環節稱為二次檢查 每天交接班結束都要進行的二次檢查 除了自己個人的裝備 所有器材也都要做一次檢查 輪胎除了檢查胎壓 連螺絲都要一個個確認 甚至連車體的每個細節都要觸摸檢查一遍 必須發動運作的器材都要實際發動檢查 確認沒有問題 除了小件器材檢查仔細 諸如水帶車的大件器材 也要不厭其煩地拿出來 從頭檢查一遍 一些涉及操作 例如消防梯等器材 甚至要實際拿出來操作一次 確認可以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品 正常使用品 必須二次檢查 使用可能 確認 使用品 消防梯等器材都要 全員 全員 同時 情報 共有 使用品 雨 降 將所有器材檢查 必須開會 或處理事務工作 十點二十分 可以休息小睡 不過萬一有案件 必須立即出動 直到隔天早上六點起床 八點半交班 八點四十分工作才算結束 只有床與櫃子 成列簡單的空間 是當天執勤人員的休息室 除了休息室 也有設備完善的衛浴空間 一旦接班 二十四小時的執勤時間裡 所有作息幾乎都要在隊上進行 餐廳裡設置了廚房 之前時間如果要用餐 雖然沒有強制要求 不過習慣上除了自帶便當 也希望隊員能自己動手做 子彩都要在橋上進行 座被警察 老闆也有出雲 座被警察 用物消防署 座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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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喬師 座被警察 座被警察 私達是座被警察 座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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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東京鐵塔的房間 一個單位有兩間單人房 也有簡單的廚房與衛浴 除了水電燃料等費用 不需要付租金 不過卻有相對的義務 制消防署的單身宿舍 提供給東京消防廳的單身職員 申請居住 除了提供住宿 也是一種緊急災害時的人力預備 一旦有突發事件 宿舍裡的單身職員 即便不值班 也可以立刻支援 而在輪班方面 日本消防體系大多以二交替或三交替制輪班 所謂二交替是指值班休息三個循環後 可以有兩天週休日 以八天為一週期 三交替則是值班休息後有一天週休 接下來有兩次值班休息的循環 再有一天週休日 兩次大循環後 要再值班與休息一天 然後接著一天名為日晴日 不需夜間值班的工作日 然後可以有兩天週休日 以二十一天為一週期 二十一天裡值班七天 消防員工作中 體能演練等日常訓練 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直消防署這一天的訓練 是要模擬一場高樓火警救災 確認案發地點周邊狀況 就立刻出發 到現場第一件事 就是查看建物的設置標示圖 另一邊也開始佈置指揮桌 下達指令的同時 現場資訊也不斷湧入 包含詢問業主 住戶 目擊者等關係人 演練中也包含實際情況裡 可能必須應對媒體 而有固定的發言處理程序 這場演練是以現場包含雲梯車消防車救護車以及指揮車共計十二輛來設定模擬 東京消防庭總共有18408名消防職員 從消防人口服務比來說 東京一個消防員大約需要對應747位市民 香港大約是1比735 新加坡約是1比925 台灣則是1比1562 位於橫濱的港南消防署 這天下午的訓練內容是住宅火災 在橫濱與東京一樣 只要沒有救災任務 訓練就是消防員平常最主要的工作 在橫濱與東京一樣 只要沒有救災任務 訓練就是消防員平常最主要的工作 另外水利調查也佔了相當大比重 對方無物消防 lä 在部分地區消防栓地下化後 檢測程序更繁複 也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同時只要有民眾經過 就必須停止一切動作 確認水源供應沒有問題 才算檢查完成 日本消防體系發展近70年 分工也越來越精細 除了消防還有救助及救護 消防員業務相比台灣 似乎更單純 除了消防本業 そしてそれが我々に手が負えるものでしたら やるというのが市民サービス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例えばベッドから落ちて 起き上が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った ベッドに乗せて欲しいというものもあったり あと猫が木から降りれなくて下ろして欲しいと そういった話 それから台風で屋根が飛びそうなので 見に来て欲しいと言ったものまで いろんな市民サービスがあります 不过在日本 民眾服務案件基本上不多 一般日本消防員也不會拒絕 これが一概に我々の仕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 やはり困っている方がいれば 手助けできる範囲で行ってあげると 本多宗和先生 在東京知消防署担任大隊長職務 負責火災現場的指揮与決策 這一天他分享了四年多前 他在挺田消防署任職時 難忘的一場火災 由於一開始就掌握了工廠内的物品資訊 救災時也当機立断 不派員進入火場 長達38小時的挺田火災 最後以周邊防護防止延燒 在火事消遣以及找出如何應對猛金屬火災的策略後 才派員進場 省省的態度讓日本消防員火場殉職事件相當少見 以東京來說 最近的一次消防員火場殉職事件發生在2007年 一名消防員殉職 橫濱則是1997年一名消防員殉職 去今都已超過10年 日本跟台灣一樣 除了火災 民眾有任何緊急狀況 第一個反應就是撥打119尋求幫助 讓救護業務在消防工作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加上高齡化社會 救護業務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面對這個狀況 日本做了許多改革 例如在1991年制定救急救命釋法 為日本的救助與救護分離奠定基礎 不但減輕消防員的工作負擔 也提升了救護品質 同時東京在2007年 另外設立了專業諮詢專線 有效改善消防員疲於奔命的狀況 下個禮拜我們會繼續帶您看看日本怎麼做 獨立特派員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婷宇 我們下次再會